你好,大家好,我是阿伦 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新梦境连接阿尔赛影片开始之前呢 拜托大家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啦 然后也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哦 那马上来今天的主题吧 我们今天要抽的角色呢 是这个大蛇之影 看起来像是郁姐 但是看身体好像是萝莉吧 他的名字叫芝琪八 有一点怪怪的 不过没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吧 他的技能呢 主要是为了他的其他的技能而制造出来的吧 因为他这个效果是呢 如果这个角色如果他晕的话呢 他会有30%的免伤率啦 然后如果你在队伍有加一个叫做项目礼会的话呢 项目礼会他就会有一个80%的伤害率 跟一个免伤率啦 这个项目礼会是一个R角色啦 其实我们放进去队伍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坏处来的我觉得啦 但是不知道啦 可能如果放那个项目礼会跟这个芝琪八 可能会比较好 不懂 然后这个B3呢 就是为什么他会有那个被动技能的原因啦 这个B3呢 他能够对三个随机的敌人造成265%的伤害 然后还降低对方的20%免伤率 持续整场而且是不可以贴加的啦 就是持续到结束为止啦 然后他有60%的机率触发狂怒效果 然后伤害会提升100% 但是这个角色会晕啦 悬晕所以他就会有那个被动技能来降那个 上升他的免伤率啦 然后他的另外两个技能我就不多说啦 就很普通啦 那马上来第一个师臭 主要这个角色 看你们喜不喜欢才抽吧 我是觉得其实也没有到很强的地步了 然后他还要放一只R 在你的角色队伍里面 其实有一点困难 我是想要 所以我才抽啦 而且他20抽一个 什么啊 有一个保底的SSR 看会不会中啦 第二十抽了 十抽就这样一下子就过去了 第二十抽就是保底啦 有没有呢 会不会歪呢 诶 中了耶 中了 这角色我还蛮喜欢的啊 谢谢工程师 中了 结果我现在才发现那个角色有拿到 会不会再中一只SSR呢 性子 这个我已经满了 看来是没有啦 好啦 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我的影片一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不做过最新的消息哦 那么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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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